全國兩會即將在北京正式召開。 在開幕前的一天,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預備會議召開,兩千多位政協委員出席。 會議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主席團會議主持人及秘書長名單等。 會議結束之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有幾名本港著名人士入選主席團。 首次參加政協會議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就說,主要是帶著二朵來聽。 針對有報導說,國務院港澳辦將會在機構改革當中, 和國台辦等機構合併。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定期檢視國家架構的安排是有必要。 我相信是因為工作的需要作出適時的安排。 由於其實架構的安排都真的應該定義。 如果真的有架構的新安排,我相信是因為對香港或其他地方更重視這個結果。 在下午4點半舉行的本次政協會議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 發言人王國慶透露大會的籌備工作已經準備就緒, 並公布了今次會議的日程安排。 王國慶說,中央有關部門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編制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按程序正式暴批, 審議通過後將會正式公布。 香港商務記者梁稀然在北京報導。 香港商務記者梁稔會均勞的8分塊 الخ?" 我的方式雅相新聞厝